台湾动物园的园仔最近备受媒体青睐 8月份世界各地的动物园当中还暗藏了哪些可爱的动物小宝宝 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国际焦点呢 我们带您一起去看一看 8月初以色列拉玛特干野生动物园中 濒临绝种的亚洲象拉贝勒也产下了他的第一个象宝宝 同时这只幸运的象宝宝还有一位祖母拉波提陪伴着他 不过祖母拉波提似乎有点过分厉害这个小孙女 让新手妈妈拉贝勒 始终无法亲自照顾象宝宝 原方表示会密切关注事实疏到 由于亚洲象已经快要绝种 所以这个体重80公斤的新生象宝宝 对原方来说意义非常重大 接下来看看第一只出生在秘鲁动物园中的孟加拉白虎 可爱的模样让人爱不释手 这只尚未命名的子虎6月25日出生 上星期才正式对外亮相 目前体重约5公斤 是第一只在秘鲁人工圈养环境下出生的孟加拉白虎 同时动物园也为白虎宝宝举办中民大赛 获胜者可以跟这头白虎宝宝合影留念 最后让我们看一看 芝加哥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中的鼻屏海豚艾丽 她在水中漫游花了近两个小时 终于在水中顺利产下海豚宝宝的画面 新生的海豚宝宝重约18公斤 长约91公分 很快就适应了水中生活 随着妈妈艾丽起舞 新唐亚太电视 聂吉编译